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材上讲回河原居色楞隔河 色楞隔河一带 色楞隔河就是在今天的蒙古国境内 在蒙古国境内这个地方 然后唐太宗 封这个回河的首领为渤海都督府都督 唐太宗的时候 册封这个回河的首领为渤海都督府的都督 这是唐太宗 那么唐太宗的第三点了 这就等于是 唐太宗不是我们前面讲了两点吗 一个是灭东图诀 涉都督府 再一个是涉安息都护府 在高昌故地 涉安息都护府 那么这个呢 就是唐太宗的这个第三点 唐太宗的第三点 就是设立汉海都督府 汉海栏杆百仗兵 是吧 那个汉海就是一般的指沙漠吧 是吧 学过这个诗吧 汉海都督府 你看见没有 就是说 这个咱们在西边 设立的管辖机构 一般叫都护府 是吧 都护府 这个就维护丝绸之路的 用这个汉族 用咱们本族 然后这个东边的呢 一般叫都督府 是任用这个当地民族 就是等于是一种基米之策 是吧 怀柔基米之策 那么这个 所以这个唐太宗的时候呢 是在回合 设立了都督府 然后第二点 八世纪中期 那就是八世纪中期 是多少年啊 七七几年 是吧 七七几年 八世纪中期 鼓励培罗统一 唐玄宗 策封他为 怀仁可汗 唐玄宗策封他为 怀仁可汗 这个 所以玄宗 第一点 就是策封 怀仁可汗 这个 可汗是少数民族的 军长 是吧 军长 那个怀仁这明显是什么语啊 汉 汉语嘛 古力培罗 他的名字叫古力培罗 策封他为怀仁可汗 那等于就是说 这个回合是受唐朝的策命的 受唐朝的策命的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三点 安史之乱 回合筑唐评判 安史之乱 当然这个回合筑唐评判 他是有条件的 这个他不是说白帮你 那这个 不能白帮忙 破贼之日 金箔子女 土地成锅归大唐 金箔子女归回合 就是说这个 收回来的这些地儿 这个地儿归你 土地成锅归大唐 金箔子女归回合 里边的人和东西我全拿走 是吧 他们人口他也得迁走 所以为什么安史之乱 唐朝由盛转衰啊 你收回来都是一座一座的这个 空城嘛 这个两都都被这叛军攻陷了 收回来都是空城 另外呢 第四点 从唐肃宗开始 同这个回合的克汗 和亲 所以肃宗不就是一点嘛 肃宗是玄宗的儿子嘛 玄宗奔蜀地 安史之乱 玄宗奔蜀地 就是肃宗于领武登基 然后姚尊玄宗为太上皇 所以唐玄宗的晚年也是很凄凉的 是吧 因为那个肃宗怕他复辟嘛 是吧 一直一直看着他 很凄凉 肃宗的时候开始 同回合 克汗 和亲 回胡 就是回合汉国呀 韩国呀 一共十二位克汗 一百多年传了十二位克汗 这十二位克汗里边有十位是娶的唐朝公主 所以等于这个回合的这个克汗 他都有唐朝的血统 有汉族的血统 他是比较聪明 回合他总结了这个 从匈奴到突厥灭亡的教训 他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不能与中原王朝为敌 因为中原王朝国力强盛 就是说你武力强大的话 你除非一战能把中原王朝给灭掉 你灭不了 他只要缓个劲来 他就可以弄你 因为他经济实力强大 你这个北方 游牧民族 你的畜牧经济 一场雪灾就能造成你这个政权灭亡 大雪灾一来 是吧 那个草全被盖住了 牲畜没得吃 全冻死了 那你这个人呢 你住的帐篷是靠猪皮搭的 对吧 你的衣服是瘦皮 对吧 然后你的这个这个奶也好 这个肉也好 都是靠着野兽 所以就靠靠这个这个畜牧 他一场雪灾或者一阵龙选风 就能要了这一个一个政权的命 所以他虽然武装力量强大 但他经济基础太薄弱 他离不开中原王朝的支持 因此这个回合就比较聪明 他绝不与中原王朝为敌 所以唐朝跟回合的关系大概是历朝历代 就是中原王朝跟北方民族关系最好了 那双方都在边境都不设防 那边境都不设防 不以对方为假想敌 是吧 你看那个 这个是这个回合的可汗啊 可汗啊 给这个唐朝皇帝上书 那说事实 可汗上书攻胜 看到那段了吗 他这个可汗给这个 给这个皇帝上书 那非常的恭敬 那这个底下有一个注解 说是河谷都鲁可汗 言西为兄弟 金婿半子也 那这不是什么辈子 原来咱俩哥们现在我成你女去了 所以我是半个儿子 那半子也 陛下若患西荣 子请以兵扶之 你不觉得吐蕃讨厌吗 是吧 我听你打去 子请以兵扶之 所以这个是 这个这个 很很很很很 双方关系很好 很好 所以这个 那个回胡人呢 这个该第几吧 第第五点吧 到中原经商啊 然后这个建成定居 建成定居 这个 擅长做买嘛 回胡人 是吧 这个 唐朝大有胡人气 是吧 就他的服装 就特别这个受这个回胡的影响 是吧 就是回胡衣装 回胡马 受他的影响 回胡衣装什么样了 就翻领 对吧 翻领 是吧 咱们汉族的这个服装 要么是外子领 要么就是圆领 跟你们穿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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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T恤衫上 圆领 要不就是外子领 这个翻领 像西装那样 翻领 就胡服 回胡 回胡一装回胡马 受他影响很大 这是我们说的第五 第六 八世纪改名为回胡 回合改为回胡 改为回胡 第七 九世纪韩国瓦解 遭到个这个霞加斯人的进攻 又遇到个严重的天灾 霞加斯人就是今天吉尔吉斯人的祖先 所以回胡韩国瓦解 西迁甘肃 西迁新疆就是维吾尔族祖先 西迁甘肃就是玉故族祖先 这个 所以今天维吾尔族 就是当年回合人的后代 玉故族也是 这里边呢 就是最爱考的一点 考点在哪 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 回胡是维吾尔族的祖先 维吾尔族在哪 分布在哪 新疆 新疆 所以这个维吾尔族人是分布在新疆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回胡是分布在哪 嗯 回胡分布在哪 看地图 外蒙古就是蒙古高原 对吧 回胡是分布在蒙古高原 他这个政权瓦解之后 他才迁入到新疆和甘肃 明白 这个地方是最爱考的 最爱考的 因为一般你一想回胡是维吾尔族祖先 维吾尔族在新疆 一问你这个 比如说唐玄宗在位的时候 今天的新疆地区分布了哪些人 你好不容易就选一个回胡 那就完蛋了 那会那还是突厥的地盘 还是西突厥 他政权虽然灭亡了 但是主要还是突厥民族去居 那么这个回胡人在哪 回胡人是在蒙古高原 蒙古高原 在蒙古高原 这个大家要知道 这是我们说的第几点 第七点 就是我们知道北方蒙古高原上有两个民族 一个是突厥 一个是回胡 回胡他是在突厥之后建立的政权 那么我们这个教材上讲到少数民族 北方民族发展成为今天现代民族 这是第一个 对吧 因为前面讲匈奴 西域各族 什么粤族 他今天是什么族 不知道 不知道 突厥是什么族 不知道 没有了 那只有这个回胡 他发展成了现代民族 这是正北方蒙古高原上两个民族 再往下是渤海 墨河和渤海 墨河 松花江黑龙江流域 鱼目为生 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 这个其实墨河就是今天的满族的祖先 今天满族的祖先 这个七世纪中期 黑水素墨两步强大 七世纪中期黑水素墨 你就知道墨河分成两步 那什么时候都不用记了 就是黑水素墨两步 黑水和素墨 黑水在北 素墨在南 然后唐 第三 第一点分布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 黑水素墨两步 第二 唐在黑水设都督府 唐在黑水设都督府 这其实也是唐玄宗的时候 但是教材没明确说是哪个皇帝 咱就不用记他了 唐在黑水设都督府 第三 第三 素墨大作荣建立政权 玄宗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 呼喊州都督 呼喊州都督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素墨墨河 就是 就变成了 渤海政权 渤海国就一直存在了 将近三百年 七几几年 二百多年 存在了二百年 公元九百二十五年 被辽所灭 被辽所灭 但是渤海人他一直还是 一直有 一直到金之后他还有 大事是他皇族 皇族挺大 你看那个 当年岳飞抗金 金朝有原名将 大达不也 他就是渤海人 就是渤海人 也就是说 东北地区 你甭管是黑水 还是素墨 朝廷也是设立什么 都督府 设立都督府管辖 底下南兆 南兆的崛起 南兆 第一就是七世纪前期 时间都不用计 就遗族白族祖先 遗族白族祖先 这两个 南兆他也是发展成了 现代民族 遗族和白族 然后一共是六兆 兆就是当地与王的意思 然后南兆强大建立了政权 南兆叫蒙舍兆 他强大起来 在这个唐玄宗的支持下 统一了 第二点 南兆首领皮罗格 在唐玄宗的支持下 统一了六兆 玄宗封他为云南王 这个 玄宗封他为云南王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等于这个第三点 玄宗的第三点 就是侧封 皮罗格 南兆的皮罗格 侧封他为云南王 侧封他为云南王 云南这个省得名 就是因为这个 这次侧封 是吧 这个皮罗格请封 明皇念 其地幽远 此海云之南 所以封他为云南王 你地方太远了 云太南边了 所以云 封为云南王 今天的这个 泰国王室 就是这个 南兆的这个 这个后裔 可能后来到那边去建立 因为南兆政权 极盛的时候 他的领土不仅 包括今天的云南 贵州 可能还包括今天的什么 老挝 柬埔寨 泰国 一部分 一部分 所以他这个 这样 就是云南的这个政权 那是南兆 当时云南是南兆 再往下 再往下 是吧 就是吐蕃 吐蕃 那就是今天的这个 西藏 西藏 这个内容就是比较重要 比较重要 你说咱们中华56个民族 56个民族 我们不可否认 比如说 他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 是吧 有些少数民族呢 他发展程度是比较落后的 像这个49年的时候 有的还处在原始士族 士族制 是吧 他很落后 那么这个56个民族里面 文明程度最高的 当然是汉族 汉族 那其次呢 也不能说其次 就跟汉族文明有一拼的 其实应该是藏族 因为你 你这个汉文的书籍有多少 你数不清吧 跟天上星星一样多 好无烟海 藏文书呢 也差不多 是吧 你蒙文书满文书有多少 绝对能数清 就是说古籍 你不是说49年以后 能说十七大报告印了多少份 那也不算 你说他那有多少 满文老当 那满文书有多少 对吧 而关键 他藏文的这个东西 非常古老 一直传到今天 是吧 这个藏族的神话传说当中 人是神猴和罗煞女结合生下来的 是吧 那是最符合达尔文的进华论 是吧 就是猴变的 是吧 最符合达尔文进华论的传说 所以我们来看那个 吐蕃的统一和唐蕃关系 第一点 吐蕃是藏族祖先 第二点 第二点 松赞干部 松赞干部 圈一 松赞干部 这个做了吐蕃赞谱 吐蕃的王叫赞谱 统一清藏高原 定都罗歇 就是拉萨 拉萨 这个拉萨作为西藏的政治中心 就一直没变过 圈二 阿拉伯二的第二点 圈二 仿照唐朝观治 仿照唐朝观治 圈三 创制吐蕃文字 创制吐蕃文字 吐蕃文是在藏文 是在这个泛文的基础上 利用泛文字母 就是印度文字母 创制出来的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 分成三个小点 第三点 第三大点 唐太宗把文成公主 嫁给他 他就是松赞干部了 等于就是唐伯和亲的 文成公主 入土拨 有的人文成公主是入土拨 不是入藏 文成公主入藏 当时还不叫西藏 应该是文成公主入土 是吧 应该是入土 文成公主入土 是吧 这个是我们讲的 就是文成公主 她入土拨 入土拨 这是我们说的 第一个 第几点 第三点 第三点 第四点 金成公主 又嫁于土拨 这跟文成公主 不是一块过去的 不是一块 不是买一送一 金成是唐中宗的时候 过去的 嫁给的是土拨的 尺带猪丹赞谱 不是 不是说两人一块 是吧 然后第下一点 第五点吧 九世纪初 唐牧宗的时候 土拨与唐会蒙 患难相续 暴略不作 史称长庆会蒙 能明白这意思吗 患难相续 暴略不作 既然会这种盟 暴略不作 证明这事以前怎么样 做了 而且没少做 是吧 没少做 唐波打了那么多年的仗 土拨四次攻入长安 你想想 是吧 安息四镇全部沦陷 都被土拨给占了 后来 土拨帝国 急盛的时候 疆域非常辽阔 所以这个 他这个 占了那么多的地方 但是呢 也非常好的一点在哪呢 就是当时的 大石帝国 也就是阿拉伯帝国 在向东扩张 在向东扩张 所以正是由于这个 土拨帝国的存在 可能骁勇善战的 这个土拨人 就挡住了阿拉伯人 避免了咱们中国 被伊斯兰化 所以这个 这个土拨人呢 他是等于为中国历史的发展 做出相当大的贡献 今天你看这个达赖喇嘛 他要让西藏独立 是吧 然后他说西藏独立的话 不光光是西藏自治区 大西藏 大藏区 是吧 那就是说 他就恨不得就整个 当年土拨帝国领土的地方 全都独立 是吧 那就是不太可能的了 那可能连西金布丹 什么的 克什米尔都得包裹进去 那就不太可能 历史上 土拨帝国的疆域 比现在要大得多 大得多 是吧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民族关系 那民族关系 那反正你就记住 这个友好是主流 那友好是主流 就完了 那 第七节 对外关系 这个显然也非常重要 那显然也非常重要 那 对外关系 特点 特点 随唐时期 对外交通发达 陆路 从长安出发 可达朝鲜 那当然陆路要是往东 只能到朝鲜 再东就懂 是吧 那就下去了 那就是吧 只能到朝鲜 向西 经丝绸之路 可达印度 伊朗 阿拉伯 欧非 印度 伊朗 阿拉伯 欧洲 非洲 阿拉伯 和欧洲 非洲 等许多国家 海路 海路 这个第二个海路 从登州 扬州 出发 可达 韩国 日本 那 登州是哪 烟台 这个韩国人 跟咱套词的时候 就说中韩两国 隔着浅浅的一道海湾 天气晴朗的时候 我们能够听到山东半岛的鸡叫声 那鸡可能是吧 叫这么大声 然后那个 从广州出发 经海上丝绸之路 可达波斯湾 就是说 咱上节课 讲汉朝的时候 讲过这个海上丝绸之路 汉朝只能到 印度最南端 到唐朝就可以抵达波斯湾了 可以抵达波斯湾了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它的交通法 第二个 唐政府鼓励外商来中国贸易 允许他们居住 任官 通婚 允许他们跟中国 居住 任官 这个 通婚 这个 外国人在中国 做官的 在唐朝啊 平均每个皇帝的时候 尤其前面唐朝强大的 平均每个皇帝在位的时候 做官的外国人多达三千 多达三千 波斯人所原理 官拜宰相 伊朗人在中国当宰相 高丽人高先知 高先知是安息节度史 官居安息节度史 相当于这个 兰州军区司令 那样高的职务 是吧 这个可能大家知道的 最有名的 有一个日本人 叫阿贝种马吕 他19岁来华 这个唐玄宗非常喜欢的 给他起汉名叫朝恒 给他起汉名叫朝恒 在中国任官 官居秘书间监政 这个秘书间监政 用我们今天的话讲 就是国家图书馆 和国家档案管管长 这这个位置太重要了 是吧 你想国家档案管管长 国家档案他管的 这都是绝密 机密 他管正四品的 当时是 朝恒在中国 三十多年 娶妻生子 他儿子可能在二三十岁了 三十岁了 才知道父亲是日本人 你可见他这个 原来我爹是日本人 日本在哪 我讲讲日本吧 朝恒觉得自己年事已高 就向唐玄宗辞行 因为唐玄宗也巨能活 向唐玄宗辞行 想回日本 唐玄宗不放 朝朝亲归国 朕不舍的 不让他走 结果那年呢 中秋节 新庆功大雁文武 群臣赴诗 就是中秋节目赴诗 轮到这个朝恒的时候 那朝恒说 密履居长安 神池奈良边 三立山顶上 享右脚月圆 我人在长安 心在奈良 三立山顶上 享右脚月圆 我家乡那个山 顶上的月亮 也圆了 月亮也升起了 那月圆人团圆 那玄宗你看 你既然这么想家 那你回去吧 所以他就跟着 这个潜唐使的船 就回国了 就回国了 结果这个 他跟李白 王维 都是哥们 李白王维去送别 一一不舍 王维作诗 这个 扶桑已在渺亡中 家在扶桑 东更东 此去与君 谁更道 一传明月 一帆风 一帆风顺 此去与君 随贡道 一传明月 一帆风 就朝横一出海 就遇上风了 是吧 他不止一帆 是吧 不止一帆 所以消息传来 说 朝大人遇难 李白就是 哭的 哭死了 我记得 我上小评 就学过李白的 日本朝清 辞帝都 征翻一片 绕澎湖 明月不归 陈碧海 白云 愁色 满仓库 是吧 然后就说 他哭啊 后来消息传来 说没死 给刮到越南去了 刮到越南去了 那会那船 那帆船 可是什么 风一刮 又没指南针 跟着赶着走吧 然后船一停一问 登陆一看 又是越南 幸亏那个 安南都户 可能 朝恒 他说明身份 我是谁 安南都户 原来您是秘书间 朝大人 赶紧给送回长安去 绕一圈就回去了 好像朝恒 后来就终老长安 就死在中国了 终身就没能回到日本国 因为 你再出海 你不定 刮进泥去麻烦了 好歹越南 当时是中国领土 还安南都户所管 你要刮进泥 当时 不是中国地儿的麻烦了 在这土人给吃了 你看 所以他朝恒 中日交流的典范 很多 日本有很多 这样的留学生 在中国 后来就做官 有的最高 做到吏部尚书 做到吏部尚书都有 所以 这个 唐朝 他就是这种 开阔 红薄 多彩 这些特点 外国人在唐朝 做官 是相当多的 相当多的 那么唐朝 跟这个周边的国家 咱们中国 古代外交 就这么几个热点 朝鲜 日本 南亚 西亚 是吧 就这么几个热点 所以首先咱看 这个 跟新罗的友好往来 新罗就是 今天的朝鲜 今天的朝鲜 大家可以看 这个地图 看地图 看这个 唐朝的江狱图 看这个七十八页 七十八页的这个地图 然后呢 再看一眼 六十一页的地图 再看一眼六十一页的地图 六十一页 大家明显可以看到 在朝鲜半岛上有几个国家 三个 三个 高丽 新罗和百计 行为高丽是 最大的 高丽是最大的 他这个 等于是 他的领土 一直就是 还到了今天的 这个 中国东北 还在 在今天中国东北 都有他的这个 领土 然后这个 新罗和这个 百计呢 是 就是 在今天的韩国 那就半岛的南部 在今天的韩国 半岛南部 所以这个 这是三国鼎立 唐朝的时候 就是隋朝的时候 隋阳帝三争高丽 无功而返 唐太宗争高丽 也是无功而返 唐太宗 那个 贺贺武功 争高丽 也是无功而返 可能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太朗 而且交通不便 所以到唐高宗的时候呢 就改变了外交策略 软交进攻 联络新罗 去攻高丽和百计 所以这个唐朝的名将 苏定芳薛仁贵 在当时 唐太宗 唐高宗都是礼姬尚在 八十岁高龄 挂帅出征 就把高丽给灭了 灭掉高丽之后呢 高丽的王族 熏臣这帮人 就迁入中原 搁在山东 所以就是说 高丽人的高丽王室 高丽国的这些人 都已经融入中华民族 融入汉民族了 后来朝鲜历史上 又出现了一个高丽王朝 那个高丽王朝 就是当地朝鲜人 建立的王朝 跟这个高丽其实完全就好 不是一回事 他就打着高丽的旗号而已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 谁当皇 那改国号叫清 你跟那个当年的清 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不是一回事了 所以他高丽被灭了之后 然后唐朝就去 跟新罗就联手 去灭百计 去灭百计 这个百计呢 当时是 就是新罗跟百计 跟高丽 我忘了是谁先灭了 反正几乎就同时吧 灭这个百计的时候 唐罗联军一共是19万 其中唐军15万 新罗军4万 那合着主要是 唐军灭的百计 你看那个今天韩国人 他这个供奉他的民族英雄 一个是李顺臣 那是抗日的 那确实值得供奉 还有一个叫杰伯将军 韩国到处都是他的画像 同像杰伯将军 杰伯将军 这就相当于韩国的文天祥 他就是百计的大将 当那个唐罗联军19万 进攻百计 百计王都投降了 他率5000勇士抵抗 最后全军覆没 全部战死沙场 那你是5000打19万 你不是多吗 全部战死沙场 所以这个等于新罗 是在唐王朝的帮助下 完成的统一 完成的统一 所以大家看这个 这个新罗呢 跟唐朝的官员就非常友好 你看那个七十八页的地图 你明显能看出来 新罗王朝的领土 不是说这个 就是今天全部韩国朝鲜半岛 看到了吗 他就说当时的这个中 唐朝和新罗的边界 并不在鸭陆江 看到了吗 而是应该以大同江为界 就今天平壤以北 那当时还是中国地 还是中国地 所以新罗他是年年给那个 就是说像皇上一过生日什么的 他的五国王都得给 新罗的女王都给皇上绣衣服什么的 给中国皇上绣衣服 还得写上暂施 很公顺 很公顺 所以大家看 说咱们跟新罗的友好往来 第一点呢 就是唐朝的留学生中 以新罗的最多 最有名是崔志远 崔志远 崔志远好像在扬州那地方 当过地方官吧 最有名是崔志远 然后这个新罗立国 参用唐朝制度 第二点 设立国学 教授儒学 设立国学 教授儒学 你要是在古代朝鲜 1910年被日本帝国主吞并以前 您要不懂的 不认得汉字的话 你想做官是 没戏的 你扒了土克拉去吧 是吧 他直到这个 后来的朝鲜王朝 1392年建立的朝鲜王朝 第四代 世宗大王的时候 颁布殉民正音 才有了这个 高丽文 就是朝鲜文字 是吧 所以这个 韩国人特别崇拜 这个世宗大王 是吧 你看那韩国 那竟是什么 世宗这个 世宗那个 是吧 他这世宗是怎么回事 就是 第四代王 他颁布这个殉民正音 像这玩意 才开始有 是吧 但是这个 你像他这个 你像他这个 就是 颁 颁布这个殉民正音的时候 当时很多这个大臣就反对 就说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是中华 所以中华不应该自创文字 谁才创文字呢 什么 土拨 他才创文字 是吧 就是 以敌才创文字 我们就是中华 我们干嘛不用中华的文字 是吧 他 我们只是口音不一样而已 是吧 然后 所以他这个 各级的这个制度 跟中国都是完全是 一样的 跟中国都完全一样的 是吧 然后 第三 从唐朝引入茶准 印刷术 制瓷 制铜工艺 你今天到了这个 韩国什么的 那个朝鲜 这地方旅游 他的什么特产 就是什么那个铜筷子 什么的 就是铜器 是吧 然后就是青瓷 高丽青瓷 非常有名 实际上咱们中国的瓷器 最早不就是 青瓷白瓷吗 后来我们就出现了什么彩瓷 粉彩是吧 他可能一直还停留在青瓷 那水平 是吧 现在你看 就显得很古拙 是吧 很古旧 实际上那个就是说 他等于后来 后边的东西他没学会 是吧 他等于没学会 像我们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彩词 他没学会 是吧 就这意思 是吧 然后就是读诗 读唐诗 写唐诗 读唐诗 写唐诗 朝鲜人写 写这个唐诗 就是写汉诗的水平 确实相当高 确实相当高 这日本人也能写 日本人写的就 就近似于打游诗 就近似于打游诗 那个 你再往下的话 就是越南人也能写 那基本上就是打游诗了 是吧 这个韩国人 他这汉诗水平啊 非常高 1910年 朝鲜被这个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 很多这个 治氏流亡中国 是吧 其中有一个这个治氏 好像是 那今什么我忘了 好像就是后来的 这个韩国临时政府主席 然后他在这个南通 江苏南通居住的时候 然后他留下一首非常有名的诗篇 是吧 他就是晚上的睡觉的时候 天上过大宴 是吧 然后他写下手诗 说这个 一生南宴 脚愁眠 大宴往南飞 就是要干嘛 回家 是吧 就是越东 一生南宴 脚愁眠 独上高楼 月满天 十二和时 非故国 三千余礼 又今年 你听这对账多工整 是吧 十二和时 非故国 一年十二个月 一天十二个时辰 我都在思念着 故国 三千余礼 又今年 朝鲜号称三千里江山 又过了一年 还没能光复 弟兄白发一一礼 富祖青山 历历边 对账多工整 然后 带到锦花花发日 鸭江春水 礼归船 锦花就是木锦花 韩国的国花 等木锦花开放的时候 鸭江春水 礼归船 从家入江 我就回国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报复 就是说我这个 国家虽亡 但是光复祖国的志向不息 另外呢 就是说在姓氏服装 节令 风俗 等方面 有浓重的 这个中华文化色彩 那姓氏服装 那 节令 风俗 那你比如说韩国人 他的姓氏呢 跟中国就是 差不多吧 那韩国留学生 那会 我在中学教书的时候 学校里有很多啊 每个班都分几个 是吧 每个班分几个 然后那韩国人 他姓赵啊 他叫赵什么了 我忘了 赵什么玩意儿 我忘了 后来他 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知道 你这汉文的名字 写出来是这个啊 写出来是这个 你比如说他叫什么 赵什么 给他瞎起一个 是吧 我说你比如说 你这个 你怎么知道 你汉文的名字这么写 因为同音字很多吧 你怎么知道你是这个 这两个 他说就是韩国人 起名是先起汉字的名字 是吧 就是他 他的名字先起汉字的 然后就是翻译成这个啊 就是拼音 就是拼音 是吧 所以韩国人 他为什么要废除这韩文专用 你拼音的话 这个太多的虫子了 是吧 太多的虫子了 反正就是 这个 他这都是受中华文化影响很深的 底下和日本的友好往来 这个和日本友好往来 日本我们前面讲过 是哪朝的时候 这个 他就来过中国啊 汉朝 对吧 西汉就来过 东汉又来了 东汉是乌奴国来华 是吧 光武帝赐之应寿 是吧 后来这乌奴国呢 就不知道哪去了 可能就乌回去了 是吧 就不知道哪去了 所以这个乌奴国 乌回去之后 在日本的本州岛的南部 这个西南部 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权 叫野马台国 野马台国 这个野马台啊 就是咱们汉 汉文书籍 把它翻译成那个野马台国 野马台呢 实际上就是大和 那就是大和 他这政权最早 叫大和 因为大和日语是ヤマト ヤマト 我们给翻译成这个 野马台 这个当时这个 大和的这个统治者呢 都是女王 那就是 半巫 半人 半神那种东西 他就是 女王 然后终身不能结婚 然后等于就靠神神鬼鬼的 统治 统治 那个 这个 有点像 靠这个神神鬼鬼的 来统治 这个 这个 当时这个 野马台国的 悲靡乎女王 就在 北魏 明帝 在位的时候 就是这个 曹魏 明帝 在位的时候 前使到中国 魏明帝 非常高兴 策封那个 悲靡乎为 亲魏 窝王 安东都督府 都督 所以以后 甭管这个 中原的政权 怎么更迭 这个 日本都向中国 称臣 称臣 所以中国的 这个 魏 晋 宋 齐 梁 臣 六代 六个朝代 都策封日本的 统治者为 渥王 安东 都督府 都督 封他为 安东将军 史池杰 都督六国 军事 类似于这些 险 给他封他 这个官 所以他等于是 一直对中国 称臣的 后来到了 七世纪初 这个就是 随朝的时候 日本的 圣德太子 这个人在 日本的地位 相当于是 中国孔子 进行改革 圣德太子 进行改革 这个 仿照中国的 制度进行改革 国名 由这个 亚马特 改成了 日本 翻译过来 就是日本 翻译上 写上汉字 就是日本 然后他的 统治者 由大王 改成天皇 然后前面那些 大家都追问天皇 实际上那会都是 那会都是 就是窝王 然后他把这件事 要报告给中国 于是潜随史 他来了一个使臣 叫小野妹子 这个人是个男的 来华 这个小野妹子 来华之后 就是给隋阳帝 递上了国书 隋阳帝 打开国书 一看 这个国书上写的是 日出处天子 智书 日落处天子 无恙 日出处天子 智书 日落处天子 无恙 一下隋阳帝就 就华 你原来是什么 臣子 臣子 你现在敢自称天子 而且你日出处 我日落处 你不是咒我吗 所以隋阳帝非常不高兴 但是面还过得去 后来就跟葫芦寺清官员说 小邦无礼 以后别让他来了 日本人都看烦 别来了 别来了 然后又过了几年 等于这件事都没有下文了 日本主动跟隋朝友好 隋朝没礼 没下文 没下文 又过了几年 圣德太子再次前使来华 这次不知道是谁来的 反正又来了 又给隋阳帝帝国出 隋阳帝打开国书 看火更大了 因为这国书上写的是 东天皇 敬白 西皇帝 所以隋阳帝就火了 中国皇帝称天子 你称天皇 我天 你不称我爹了吗 所以隋阳帝就派 一个侍郎姓裴 到日本去骂他们去 小邦不礼 给我谴责 就这裴侍郎 他绕到朝鲜 当时不能直接过去 没有路 就绕到朝鲜 走到朝鲜 一看前面波涛汹涌 下来没敢去 就把诏书递给朝鲜 你替我骂他 就完了 就回去复命着 他不想今天说 中日两国一一带水 隔着那么浅浅的一个海 当年那浅浅的海 是难以逾越的 天欠 你想那小破帆船 一百多吨 可能几十多吨 可能那小破帆船 要横渡那大海 所以他必须是 有岛屿的 一站一站停 船落了好补 你要没有那块 风光爱吹 一停西伯利亚 也可能印度尼西亚 这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 这个等于隋朝 日本两次前史 无果而终 这是第一个 那就是和日本 有口交往 第一个隋朝时 中日护前史臣 护前史臣 第二 从真冠年间 派出浅唐史 浅唐史 一共是 准备了十九次 准备了十九次 成型的是十六次 有三次可能没凑够钱 就没成型 十六次成型的 到达中国的 成功到达中国的是十三次 那三次就是 就是吹跑了西伯利亚 或者印度尼西亚 什么的 吃到几内亚 这都有可能 就给挂跑了 挂跑船散了 人家都淹死了 这有可能 浅唐史呢 就是派出这么多次 是吧 然后呢 日本的大化改新 是由留学唐朝的 回国的人 这个策划的 这个大化改新 是由留学唐朝的人策划的 日本 从公元六百四十六年 孝德天皇大化改新 日本就是从这一年 开始有的年号 以前日本天皇也没有年号 孝德天皇开始有的年号 大化改新 到这个1868年的 明治天皇 进行这个明治维新 这一千两百多年 在日本历史上 称之为 唐化时期 日本一直把中国叫做 唐国 唐土 叫做唐国 唐土 日本他这个 后来啊 他看不起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就认为中国只有在唐朝的时候 才可以称中国 唐朝以后 中国又不配称中国 他认为他是中国 他认为他才是中华 因为他继承了唐朝的这一套 东西继承得很好 尤其像这个中国宋明两朝 被少数民族给灭掉 你中华怎么能被蛮夷给灭掉呢 所以日本非常是看不起这个中国政权 所以他才敢出兵打中国 既然蒙古人可以入住中原 女真人可以入住中原 我日本人也可以 打天下 我也可以打中原 你看什么甲午战争 都是日本发表的文告 都是以中华正统自居 号召这个反清复明 他都是那种那种感觉 反清复明都是那种感觉 你包括什么孙中山 他们为什么都在日本设立大本营了 就是反清复明 他都是这种感觉 我是中华道统所在 道统所在 他这个很 崇拜唐王朝这一套 中国在唐朝之后 跟日本的官方往来就断绝了 一直到明朝永乐皇帝的时候 官方往来才恢复 私人之间这个商人就往来 所以当时日本足立幕府 就是一修里边的将军 一修里边足立一满 派使臣到中国来 明朝皇帝就问使臣日本国什么样 然后使臣就写了一首诗 回答明朝皇帝 答大明皇帝问日本风俗 他里边有这么几句 国如中原国 人是上古人 衣冠唐制度 礼乐汉君臣 年年二三月 逃礼一般春 衣冠唐制度 礼乐汉君臣 完全跟中国是一样 而且年年二三月 逃礼一般春 开花的季节跟中国 什么都跟中国一样 所以有良心的日本人讲 中国是日本2600年文化的母亲 且不说日本文化有没有2600年 就说中国是母亲 所以这个日本是儿子 朝鲜人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当年我们抗国元朝 帮助朝鲜夺回江山的时候 朝鲜国王激动得不得了 朝鲜宣祖大王激动得不得了 中华父母 我国以日本皆子也 我国孝子也 日本贼子也 我们国家是好孩子 日本大化改新 是由唐朝人测 刘雪 然后新政宗的制度 以唐制为蓝本 我们三省六部 日本设立二官八省一台 二官八省一台 直到今天你看日本的 部级单位 正然叫省 防卫省 财务省 文部省 然后都城完全仿造长安 就是日本的平安京 完全仿造长安 就是威缩长安 日本 咱中国人比如 盖房 两米八 日本盖房一米六够了 威缩长安 然后学校教授儒学 这都跟中国一样 从中国的贸易网来 中国的这个贸易网 中国的铜钱 在日本就可以直接当钱花 直接当钱花 像那个日本战国时代 我忘了是谁了 有一个名将 日本战国时代的名将 他的家徽 日本的武将 每个武将都有一个家徽 他那家徽就是六枚永乐通宝 他那旗子上就印的六个永乐通宝 见钱眼开 日本很少发行自己的钱 他都是用中国的钱 然后这个第三大点 对中日交往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 是日本的吉倍珍贝 和中国的高僧建真 吉倍珍贝和这个日本留学僧空海 创立了日本文字 创立了日本就是 凭假名和骗假名 和骗假名 日本他原来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怎么办 他用汉字表音 你用汉字表音的话 写出来的书 反正是每个字你都认得 连一块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汉字是没法表音的 汉字不是表音文字 我们是单音节 因为我日语是瓦塔西 他写出来的是瓦塔西 瓦塔西是个什么东西 你这整句话 你说我是个日本人 你说我是日本人 瓦塔西 你写出来的书上就是一大串 日本话讨厌在哪 他动词割最后 我啤酒香肠面包 电视票去偷 他这 他割最后 你讨厌 讨厌 看前面一大堆 想干嘛呀 去偷 日语是可能世界上最无聊的语言了 最无聊 我学过半年标准日本语 全忘光 没法学 这日本人说话逗着 我今天下午想去商店 然后想烫烫头发 我想买点这买点那 然后有空我再去书店 我再看看电影院 可惜我直到来了 没去成 有什么玩意儿 所以你要看日语的东西 烦死你 烦死你 所以他这个 一开始我误以为他很好学 都是中国字 一学你太讨厌 所以你这玩意儿拿汉字表音不行 他的表音不行怎么办呢 就是他就用汉字的偏旁不守 创立了他的平假名和片假名 但是小日本很有自知之名 他的字叫假名 汉字叫真名 汉字叫真名 一个小学毕业的日本人 也能够掌握一千多个汉字 而且人家还主要是正体字 不像咱们这种简化字 他应该更难写一点 更难写一点 而你要到了日本大街上的话 基本上你不会有文字的障碍 语言障碍那肯定是有 因为没人会说英语 没有人会说英语 然后基本上不会有文字障碍 就是你找路什么的 感觉就是在香港 到东京什么的 感觉就是在香港 香港也是 没有文字障碍 语言障碍全都是 他说的你全都不懂 没有人会说人话 你全都不懂 反正人家还觉得咱们不是人话 反正他另说 中国的高僧建真 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我那年去扬州比赛什么的 然后当地教育部门 请我们在扬州最牛的饭店吃饭 一进去挂一横幅 又给我乐得 纪念建真大师东渡日本 及豆腐传入日本 1250多年 高啊 你看人家饭店 多好的把历史和文化和风俗 要不说学历史有用 你学数理化 你学这么多东西 你跟人聊天都用不上 你算账 我连除法都不会 我活得挺痛快 你工资不就是加减成吗 用得着除吗 除法忘了 忘了没必要 有计算器吗 然后你看你历史掌控 豆腐谁传入日本呢 建真大师 建真大师三岁出家 那就是与佛有缘 大菩萨转世 与佛有缘 他是律宗的高僧 中国佛教分为十宗 律宗是持戒律最严的一派 比如说律宗高僧过午不时 一天两分饭 过午不时 近代著名的高僧宏一大师 也是律宗 所以这个建真大师律宗高僧 他55岁那年 两个日本高僧 普照和荣锐 到中国求法 因为日本没有戒律 日本僧团没有戒律 日本和尚娶媳妇 娜妾 放高一代 嫖娼 什么都干 什么都干 所以这个普照和荣锐 来到中国 就要请建真大师 东渡扶桑 整顿这个 日本和尚的纪律 整顿纪律 建真大师毅然答应 当时他已经55岁高龄了 今天55岁是 不算什么 40到70算中年 70以上的算老年 当时那样 人活七尺古来西 那会55岁就不得了了 所以弟子们都劝建真大师 不要冒着险 建真大师为了红传佛法 毅然六次东渡 唐朝的法律是不允许国民出国的 出国都是偷渡 所以建真大师六次偷渡 六次偷渡 头三次都没能成行 都没能成行 可能被官府举报了 或者被船家告密了 反正没能成行 第四次出海 刚一出就船漏了 回来 第五次出海 刮打风 风一停 还能倒 还能倒 然后这个普赵和荣睿 好像也去世了 去世了一个 还是俩都去世了 然后建真大师 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 第六次东渡扶桑 成功 成功 在日本的博多湾登陆 日本天皇动用了好几十万人 这个就是来迎接建真大师 来迎接建真大师 建真大师 这个一路就是踩着鲜花 花瓣 他的脚就没有粘到泥土 然后到的日本国都 然后这个建真大师到了日本之后 就是这个日本天皇封他为大僧都 日本天皇亲自登坛授戒 皇后也登坛授戒 等于做这个建真的弟子 日本天皇还亲自给他撰写 碑文 这个碑文一直保存到今天 叫唐大和尚东征传 这个和尚啊 是尊称 大和尚更是尊称 不是说是个人就叫和尚 就跟那个大学里是个人叫教授 他不是 是吧 那那那助教讲师 副教授教授 对吧 和尚喇嘛 都是尊称 高僧才能叫和尚 一般人是刚进去沙迷 是吧 小沙迷 是吧 他不能这是和尚 所以建真是大和尚 是吧 给他写 专门写这个 大和尚戒行高捷 白头不改 远舍苍波 归我圣朝 出生日死 是吧 来到这个这个日本国 所以建真他不光是传播佛法 他把中华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了日本 比如说包括豆河怎么做 是吧 传播到日本 所以这个对这个日本的 这个贡献相当大 所以日本人说呀 说原来的这个日本文化吧 就是就是一一一一锅豆浆 然后中国人给点 中国文化就像卤水 点进去之后 他就变成啊 豆腐啊 他变成豆腐 他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 等于中华文化 等于是对他的这个帮助的这个作用相当大 他可以看作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 基本上可以看作 是吧 他这怎么说的和日本的友好交往 下面就是跟东南亚 印度半岛各国的往来 跟东南亚 东南亚 第一个 以佛教为纽带 中国和天竺的交往 增强 以佛教为纽带 中国天竺的交往 增强 天竺就是印度 第二 真冠石呢 天竺前史来朝 中国的石禁卫技术法传到天竺 第三 高僧玄藏和义静 这作用非常大 玄藏就是唐僧嘛 就是孙悟空的老师嘛 是吧 玄藏 玄藏大师 这个也是三岁两岁出家 精通佛法 在诵经的过程当中 他觉得这个佛经啊 有些地方 不对 翻译的不准确 所以他呢 就想去西天取经 是吧 这个学习这个 就是 就是真正的这个佛经 他翻译过来 翻译过来 于是他偷渡 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偷渡 出境 十九年 游历武印度 在印度的纳兰陀寺 跟一百零六岁的高僧 戒贤法师 这个学习 戒贤法师 本来就要原济了 随时要原济了 结果就是 因为他戒贤法师 也是大菩萨转世 他本来要原济的时候 阿弥陀佛 给他托梦 说从中土大唐 要来一个高僧 跟你学这个学法 你等他来了 你把那法教给他 你再原济 那不叫死 原济就是那种涅槃 你在涅槃 所以他就等了三年 终于把这个三藏给判下来了 这个三藏指的是什么呢 经律论 这个佛经啊 分成三部分 经 律 和论 和论 经 就是释迦牟尼生前 讲的 讲的 佛经浩如烟海 基督教就是一部圣经 伊斯兰教一部古兰经 佛经是浩如烟海 所以这个 他跟不同的人讲不同的法 跟天人怎么讲 然后跟凡人怎么讲 跟阿修罗怎么讲 他讲不同的东西 律是他制定的戒律 给这个僧团制定的戒律 其中这个 你要真的受那种 最高级的 要受菩萨戒 受菩萨戒的话 和尚是三百多条戒律 尼古更多 更多 然后这个 论是后世 后来的这个 高僧大德 对他这个阐释 你比如说像这个 唐三藏主要就是学的是 这个 于谐师弟论 于谐师弟论 弥勒菩萨在兜睡天宫 讲的法 他这个 主要是学这个 这个是 这个 很了不起 他精通 你精通五十步 才能被称为三藏 佛经一步都 穷其一生 你很难读懂 结果你五十步 你想 他多了不起 在那学习 学习之后 这个印度各国的 这个国王就劝他 你别回去了 你这学问太大了 你留在这儿了 他说我要回到 东土大唐 回去 回去之后 满载的 六百多部佛经 回到了中国 回到中国 这会皇上也不追求 他偷渡了 专门给他盖了 大慈恩寺 盖起大殿塔 让他一经 你说这个佛经 你翻译成汉文 有什么用 这佛经有什么用 我不信佛 我不信佛 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咱们今天的汉语 两次大规模 引进外来语 一次是佛经 进来 古汉语 我们都不说了 你现在说的这个词 跟古汉语的词 意思都不一样 古汉语 我们都不说了 都是这个 外来语 一个就是佛经 比如说 心心相印 大千世界 一刹那 一弹指 这词全都是佛经 疲乎灌顶 天花乱坠 这全是佛经 再有一个呢 就是二十世纪初的日语 我们大规模的 引进到这个 汉语当中 我们今天说的话 基本上都是日语 比如说军事 经济 文化 政治 这词基本上全是日语 什么这个 积极的 消极的 干部 这词全是日语 基本上我们现在说 物理化学生物 这词全都是日语 全都是日语 所以这个 两次大规模的引进 这个谁呢 来唐三藏来翻译这些佛经 穷义人之力 他是翻译不完的 对吧 所以他就说 我得收徒弟吧 你收徒弟 就是孙悟空猪八戒 什么的 我收徒弟 你收徒弟 那高僧就 拜三藏大师 拜三藏大师 三藏大师 这个佛家是最讲缘分的 咱俩没缘 我一看你咱俩没缘 不收你 皇上都跟着着急了 那意思就是 你再不收徒弟 回头你歪过去 你这事怎么办 不能催他 那你看 您看 您收谁合适 三藏大师就去 找徒弟 在妓院里找着一个 三藏大师可能坐这 一经过 心灵感应 这里边有徒弟 进去了 宰相之子 宰相儿子 正快活了 三藏大师 我这个收你为徒弟 有圣旨 是吧 有圣旨 你奉旨出家吗 那哥们气晕了 那哥们 你说我跟这里边待着的人 我能出家吗 你 但是军命难为 有圣旨吗 你怎么办 那哥们出家了 出家的时候 带着一车酒 一车肉 一车美女 进的大四温四 人称三车和尚 一车酒 一车肉 一车美女 这个人半年之后 成为一代高僧 这个就是三藏的弟子 窥姬大师 传到他的弟子 原策大师的时候 这等于祖孙三代 才把这些佛经 基本翻译完 三藏大师 原济之后 他的这个遗体火化 就是形成舍利 是吧 就是舍利子 舍利子 今天的那些个 尤其学理工科的人 胡说 都不是八道 胡说 一百七十八万道 是吧 说这舍利子 是结石 扯大 你烧一个 有结石人多了 你烧完了 有热了吗 不是 那舍利 黑的 黑的是发舍利 白的是骨舍利 红的是肉舍利 谁的肉烧完能结石 能结石 所以他这个 三藏大师的 这个 原济之后 他的舍利子 就葬在长安 后来唐末战乱 到了北宋初年 一个僧人 把他的舍利 就搬到了金陵 飞到了金陵 就是南京 然后就不知所终了 直到1943年 汪伟政权 修机场 施工 把三藏大师的舍利 给挖出来了 当时日本人 就想把他拿走 因为日本也是佛国 想把他拿到日本国去 所以这个时候 连汪伟政权 都对日本提出了抗议 因此 日本人在战败之后 他把三藏大师的舍利 就拿走了一份 拿走了一份 就供在台湾 不是 供在日本国奇遇县 建塔 供养 今天也是 香火不绝 49年 蒋先生去台湾的时候 拿走了一份 是吧 拿走了一份 供在日月谈判 他也是建塔 是吧 也是建塔 是吧 然后这个 也是供奉 然后大陆是留了几份 反正是 反正是全毁于史无前列 是吧 说今天好 天津还有一份 搁在什么古人类研究所 什么的 类随者 古生物研究所 跟恐龙 什么搁一份 所以这个 是吧 你说这个 我对这个 这个文物 这种东西 很痛心的 很痛心的 这个 毁的东西 毁的好东西怎么样 太多 所以大家知道 然后这是说的 跟东南亚 各国的友好往来 然后和中亚西亚的往来 中亚西亚的往来 隋朝跟波斯 这个户前使节 隋朝跟波斯户前使节 这个 唐朝的时候呢 波斯遭大使侵扰 然后他的王和王子 来求援 大使叫阿拉伯 本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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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 就 波斯请求中国出兵啊 帮了他打大使 结果这个 当时唐 玄宗在位嘛 唐玄宗觉得 哎呀 这玩意没法干的事 说他那么老远 打他 没法干 所以就没去 没去的话呢 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个 波斯就被大使给灭了 波斯要是不灭的话 其实是 挡住这个 这个阿拉伯人 东亲的一个很好的平淡 波斯人是信奉 拜火教 就是 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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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金庸先生写那个 写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那叫什么 张无忌 那叫什么 那就是扯了 那会儿波斯早就没有 明教 明教早灭绝 七世纪波斯就被阿拉伯给灭了 他就用伊斯兰化了 他哪还来的 这个 这个 什么 哪还来的 这个 就是 这种 这种东西 是吧 没有了 所以他这个 波斯人在中国 后来这个波斯的国王贝鲁斯和他的王子就留在长安了 后来他们就就定居长安 等于他们的后代今天就在中国人那边 那波斯王就就就就就完了 然后第二点 唐高宗时 大使与中国通使 大使就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 是吧 与中国通使 中国的造纸术 这个 在唐朝时传到了大使 为什么呢 非常不幸啊 是吧 当时阿拉伯帝国在向东扩张 唐皇朝为了保卫自己的蜀国 不受这帮人的蹂躏 是吧 于是唐朝的军队呢 就奋起反抗 奋起反抗 当时呢 两国在达罗斯 开战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很少有的 对外战争 就是这个 达罗斯之战 达罗斯之战 这个地方应该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 开战 当时呢 唐军四万 大使军七万 唐军统帅就是 安息节度使高先知 这个大使军统帅叫优素福 双方开战 不幸的是唐军里边的汉族士兵 只有一万多 只有一万多 剩下呢 都是西域各附属国的军队 然后大使七万军队 他也有附属国军队 开战的时候呢 唐军是迎风列阵 大使军是背风列阵 所以一打起来的话 唐军睁不开眼 对吧 你迎风列阵嘛 睁开眼 所以唐军就是不知 唐军一不知 蜀国军队就叛变了 跟着这个大使军一块打唐军 所以高先知只率几十名骑兵 退守安息 退守安息之后 他又招募一支军队 准备跟大使再战 这个时候安史之乱 暴发 朝廷调这个安息精兵去评判 所以这事是不了了之 那么很多唐军士兵 在这一战当中被扶 被扶的这个唐军士兵里面 有很多工匠 这个造纸术就传入到了大使 是这么传过去的 这是我们说的 第二一个 第三 唐朝和东罗马 拜占庭帝国 有史节网还 和非洲也有 和非洲也有来往 和非洲也有 不光是史籍上有记载 更关键的是 你看 我们在唐墓里 三彩 出土了 小黑脸 小卷毛 出土了这个 唐朝的时候 很多富裕的家庭 大量使用黑奴劳动 这个黑奴被称为昆仑奴 因为他可能是 咱们中国人认为 昆仑是最西边的 从哪来的 昆仑奴 你看唐朝传奇小说里 有很多描写昆仑奴的 知道这个就完了 好 第八节 这个唐朝时期 隋唐文化的繁荣 特点 隋唐时期 中华文化 辉煌灿烂 光照四林 辉煌灿烂 光照四林 原因在于 首先 国家统一强盛 经济繁荣 国家统一强盛 经济繁荣 其次 唐朝统治者 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 第三 国内各民族的交往 这个后边的话 为中华文化 增添了刚进豪爽 热烈活泼的多民族色彩 这个 李唐王朝大有胡人气 大有胡气 所以李唐王朝的特点 唐朝特点 它是中国历史上 唐朝特点是什么呢 开阔 红伯 多彩的王朝 开阔 红伯 多彩 因为它大有胡人气 所以它这个王朝 是挺 挺 了不起的 文化上也非常开放 唐朝的时候 社会风气 也非常开放了 有的那个公主 下嫁 然后生活了一段时间 回去跟他爸说 这驸马不好 我换一个 那就换一个 那就换一个 什么寡妇在嫁 然后女子离婚 这种事很普遍 很普遍 像那妇女裹小脚 这是哪朝开始 那宋朝 宋明李学兴 你之后 唐朝最流行的体育活动 是打马球 女子都能打马球 女子都能打马球 你想那女子 要能打马球 她能裹小脚 国家人家道都走不了 你想想 女子出去都是骑马 那以后 哪有女的骑马 这不是开玩笑吗 那女的出去都是骑马 唐朝的书生 可不是文弱书生 那是宋朝以后 唐朝书生一点都不文弱 你看那边塞诗人 那个什么都护铁衣冷男拙 那他也穿上那个来的 你怎么知道都护铁衣冷男拙 我也穿上那个玩来的 那不叫那随军记者吗 那相当于 你要没有两下子 你当这个边塞诗人 你到战场上去 你不琢磨 你看 所以这帮人都是挺了不起的 挺了不起的 就唐朝的这个 你像李白 诗仙 九仙 剑仙 剑仙 十年学剑 李白一个人 云游天下 不怕节道 你接他一试试 你接他一试试 你接一下 他剑勇为了 李白诗里有很多这种 愿将腰下剑 职位斩楼兰 那会儿 唐朝人的封上 硬为百夫掌 胜作一书生 所以他们都是 想建功立业那种感觉 所以他这种 跟他那种 多民族的这种色彩 是有关的 有关的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 他的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 第一个 雕板印刷术和火药 我国是世界上 最早发明 印刷术和火药的国家 隋唐都是有了 雕板印刷术 你们知道 这个雕板印刷术 跟咱们中国古代的 两个传统文化 有关是什么东西 知道吗 雕板印刷术 跟什么有关 知道吗 一个是刻印 一个是转刻刻印 再一个就是踏片 对吧 这字在背上 我怎么给他弄下来 踏片 然后刻印 对吧 所以这样不就成了 这个印刷了吗 印刷了 当然这个雕板印刷 在我们今天看起来 是很麻烦的 很麻烦的 因为你这书有多少页 你就要置多少块板 刻错一个字呢 就废了 你要改呢 得重刻 得重刻 但是比手抄还是要强多了 比手抄强多了 所以他这个 这雕板印刷术 是这个 很了不起的 一项发明 然后火药 火药 火药是什么人发明的 炼丹家 道士们跟那炼丹 结果这炉子就炸了 所有的道士 一下就成仙了 一次两次 他们我们怎么老成仙 原来明白 硫磺消失 木炭 千万别跟一块炼 一块炼就爆炸 这样的话 发明了这个火药 所以唐末用于军事 唐末用于军事 这是我们讲的 第一个 第二个 天文立法 唐朝的僧一行 制令了大眼力 僧一行 他是一个什么 和尚 僧侣 他是密宗的高僧 像这密宗 主要就是今天的西藏 就是信仰密宗 中国古代有 佛经被翻译成汉语 四大逆经家 除了唐三藏之外 剩下三个人外国人 金刚智 善无畏和揪摩罗什 这个 这个谁 一行就是金刚智的弟子 他密宗的高僧 他制令了大眼力 另外还是 用科学方法 测量地球子五线长度的创始人 子五线就是什么线 瞎说 零度在英国 他怎么测 就是金线 他为什么要测这个 为什么要测这个 他知道地球 他测这个就是编立法 对吧 为什么要编立法呢 就是为了指导农业 生产 还是那个 是吧 中国的这个 是吧 第三 医学进步 这个医学的进步 孙思淼注千金方 千金方 全称叫 肘后背极千金方 肘后 肘子后边 背极千金方 你看那古人 什么东西都往袖子里装 是吧 您那袖子装 你不发意 抖了抖了出去吗 他在后边 记得一口袋 这袖子这 记得一口袋 有东西 他是装在口袋里 明白这意思吗 他不是割袖子里 所以肘后背极 你那个千金方 要装在这个口袋里 跟那个 手机啊 钱包啊 IC卡你搁一块 是吧 跟公交卡你搁一块 你干嘛把这东西搁这 救急啊 是吧 又中暑了 赶紧翻 吃什么 赶紧买去 你别买错了 是吧 你别买错了 中暑 你买那个黄莲素 不管什么 是吧 你别买错了 肘后背极千金方 孙思淼活了101岁 道士 活了101岁 人称神仙 他从北周 一直回到活的武则天时代 所以魏征 写那个南北朝 和这个隋朝的历史 就把他叫去 老孙当时怎么回事 老孙他就说 有如侵徒 他都经历过这事 有如侵徒吗 所以这个唐朝人 就都说他是神仙 唐朝人平均说明29 他101岁 那不是神仙吗 证明人家这些个招是怎么样 管用啊 他就活那么多 你照他就活 也白拉 所以这个 第一个 这个孙思淼 祝千金方 第二 吐蕃的元丹贡部 祝四部一点 吐蕃的元丹贡部 祝四部一点 这是藏医嘛 你看今天好多的那个藏药 都叫元丹贡部牌 那元丹贡部是谁啊 吐蕃的这个医学的祖宗 他祝四部一点 然后唐高宗时 编唐本草 世界上最早的 由国家搬行的要点 世界上最早的 由国家搬行的要点 这又是一项世界之 罪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知道 唐高宗的哪些事迹呢 除此之外 还要知道 唐高宗的哪些事迹啊 灭西图诀 你写上了 灭西图诀 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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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翻就是宋朝了 往后翻就是宋朝了 宋高宗的事 这儿不讲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事啊 还有什么事啊 别看宋朝 还有什么事 那是唐高祖 你们回去看书吗 看啊 看就这么看 咱们啊 这个讲得太快了啊 所以呢 那个 给你们留作业 就是回去之后 你们得总结 按照我 第一节课 教给你们的那种方法总结 唐高宗还有什么事啊 最起码应该知道 武则天掌权吧 在他当政的时候 对吧 你知道武则天 是唐高宗的老婆吗 知道啊 还有一件事 刚才刚说完的 还有一件事 免西都学不是说了吗 你这西都学招你了 你老婆 还有一件事呢 真好 跟大石前史 刚讲完了就忘了 这么快就忘了 唐高宗都是与大石前史 所以说他 你怎么着叫看书啊 你那么看管什么用啊 对吧 我让你一天看四十分钟 你怎么看 你看完完了 你不往脑子里走啊 你这事你得记住 一说唐高宗 你这次唐高宗四件事 对吧 武则天掌权 大石前史 灭西突厥 编唐本草 你得知道四件事 我给你来一个选择题 以下事迹 是唐高宗所为的 唐高宗时发生的事 你会选择出来吗 对不对 我接着往下讲了 第四建筑 第四建筑 宇文凯修大兴城 就是唐长安 宇文凯修大兴城 就是这个唐长安 然后呢 就是李春迎见赵州桥 李春迎见赵州桥 后边这个呢 得讲讲 为什么得讲讲呢 因为这个 他爱考 前面你像这个 什么汉富的 什么那会儿呢 他不考 不怎么考 这个咱讲讲 就是说这个 诗歌的黄金时代 唐诗 出唐 陈子昂 念天地之悠悠 知道这个 圣唐 这文学上这么分 出圣中晚 圣唐 山水田园诗人 有孟浩然和王维 王维最有名的就是 清泉明月松奸照 清泉时尚 这简直就诗中有话 话中有诗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启时 这玩意太有禅意了 王维他就是佛教徒 王维自摩羯 是吧 自摩羯 唯摩羯菩萨 是一个大菩萨 孟浩然学过他那什么 故人具基础 邀我至田家 学过那个吧 带到重阳日 还来救菊花 那个是了不起 是吧 然后边塞诗人 有高士陈身 是吧 塞诗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千诗万诗离花开 这不是他写的吗 是吧 然后诗仙李白 诗圣杜甫 诗仙李白 诗圣杜甫 就这个你们语文课应该讲吧 李白跟杜甫的创作的这个水平 是不一样的 就是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 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 是吧 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 不一样 是吧 李白正是国家怎么样 最强盛的时候 是吧 然后他这个 这个 这个到处阴歌 阴歌燕舞 他看到了 是吧 所以他看到是这个 杜甫那时候就 就惨了 哎 对 国破山河在 是吧 安史之乱八年 一年没赶上 一年没差 全赶上了 是吧 全赶上了 是吧 所以他为什么就是那么 就是忧国忧民啊 是吧 这个 在外 见外呼传收纪北 出文替泪满衣裳 是吧 收纪北关你屁事 太高兴了 是吧 这仗终于打完了 那他那 你和李白一写诗 特别的浪漫 飞流之下三千尺 那你高兴 三千尺 是吧 杜甫一写卷我屋上三重毛 你这就不一样 是吧 那两天杜甫就是 出文替了 满衣裳 漫卷诗书 喜欲狂 就这个 李白都被刘放回来 非流之 还是千里将临一日还 还这 是吧 你看他没有发愁事 这小子 他跟他的生活 这个时代有关 中唐 代表作为白居易的 讽语诗 白居易的诗要损人呐 你要损人的话 最起码 你得让他怎么样 能听懂 你锁得漫天 他都不懂 你说你有什么劲 你这个白居易的诗都是 劳动人民语言 但是呢 人家语言俗 意境不俗 人不是那些什么 什么旗号连刀斧头 人不是那玩意儿吧 你语言俗可也意境不俗 是吧 白居易去扫墓 给李白扫墓 六句诗 彩石江边 李白坟 这不大白话吧 绕田 无限 草莲云 第一句能当导游图使 彩石 江边 李白坟 是吧 绕田 无限 草莲云 可怜 荒隆 穷泉 古 曾有 惊天 动地 文 就这么六句 是吧 你谁敢说过 就是我写李白 我比白居易写的好 你这样都是大白话 是吧 可怜荒隆 穷泉古 曾有 惊天 动地 文 是吧 你别看 这破地 破坟 埋上 又破人 是吧 那当年 是吧 那功绩 是吧 所以白居易的诗 是意境很高 很高 在日本 韩国 广为流传 是吧 太复杂 他们却不会 是吧 广为流传 当然这个 我不是很喜欢 拍御诗 然后晚唐 杜牧 李商隐 勇史诗 杜牧和李商隐 勇史诗 这个 求我个人认为 这个唐诗最高的 艺术成就 就是 小李杜 就是杜牧和李商隐的诗 非常棒 他们可以讲 把这个律诗 发展到了 极致 尤其李商隐 你们学过李商隐 是吧 蓝天日暖 御生烟 学过那个吧 别相信那个书上的注解 都是活发道 是吧 他为什么 此情可待 成追 只是当时已枉然 没人能说清楚 永始诗 这是永始诗 他感叹自己一生的 敬遇 他不是说这个 就是 找对象没找到 他不是那意思 他都是那种 借这个 就是借事来说 来说自己的事 是吧 你们学过那个叫什么 为他人做嫁衣裳 学过那首诗吗 就唐朝知识分子 小知识分子 感叹自己 就坐不上官 他写的这首诗 是吧 彭文为时以罗香 拟脱良眉 暗自伤 就是说一个穷女孩 嫁不出去 是吧 彭文为时以罗香 拟脱良眉 暗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 共联时事 剪书装 敢将食指夸真巧 拦把双眉抖化长 是吧 你把眉毛化长了 没人用 没人取你 是吧 你只能给人缝衣服 苦恨年年压金线 为他人做嫁衣裳 他这是 就是他自己 是吧 我 是吧 我不行 但是他 他坐不上官 他不能 古人写诗 没有说 啊 我很痛苦 没这 是吧 没这 所以现代诗就是垃圾 现代诗就是垃圾 是吧 他这古诗 他有这种韵律 苦恨年年压金线 是吧 为他人做嫁衣裳 是吧 就这个意思 是吧 所以这是我们说 他这个小李杜的诗 写得非常好 李商隐 特别是他的永史诗 是吧 写得非常好 像那个 呃 他写杨贵妃 跟那个谁 唐明皇 是吧 海外呼传耕九州 他生未卜 此生修 是吧 就是这个写 写这个 唐明皇 空文胡吕 名消脱 无腹鸡人 报小仇 此日六军同驻马 当时七夕笑千牛 如何伺计为天子 不及卢家有莫愁 是吧 你做了四十年皇帝 你连席都管不住 你什么玩意 是吧 你国破家王 是吧 如何伺计为天子 不及卢家有莫愁 这就 他不是我 就损你这皇帝 是吧 但是 这意境在这摆上 所以这个 诗歌写得好 就看这个意境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诗 下边来看这个 艺术 下边来看艺术 艺术呢 第一个就是这个 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 是吧 敦煌莫高窟 是吧 甘肃敦煌 明沙山上 甘肃敦煌 明沙山上 然后有塑像 把那雕塑的塑 有塑像 找到吗 壁画 有塑像和壁画 他从十六国时期 就开始 这个开凿 然后一直到这个 塑像和壁画 他不像那个 什么云岗石窟 龙门石窟 那是雕像 他这个不是雕像 是塑像 有塑像和壁画 是吧 然后书法 和这个 绘画 还有舞蹈 这咱就不讲了 那这个 因为他就是 呃 就是 就是 不爱考了 那这咱就不讲了 啊 就是 那这咱就不讲了 那这咱就不讲了 咱就不讲了 那这咱就不讲了 那咱就不讲了 感谢观看